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情景 子冠问孔子 有没有哪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 孔子回答 那大概是数吧 人生的境界不是你越近美景的满足 而是尝遍苦难的宽恕 数人是最大善 老子说 大道之行不择于人 换句话说 就是真正善良的人都懂得宽恕他人之过 曾读过一个故事 一群人把一个犯错的女子拉到基督面前 愤恨地要求基督严惩他 基督看了看他们说 你们当中若有谁没有过失的 就可以用石头砸他 结果 所有人都悄秘秘地离去了 当别人犯错时 把他逼到绝境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高尚 可悲的是 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恶 我们生而为人 总会有这样的缺点 犯那样的错误 而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给机会改正 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善 罗曼罗兰说 对人抱持一个数字 原谅别人的缺点 不去故意挑衅别人 就可以获得一种自在的快乐 闺蜜婉儿和我讲过 她在加拿大留学期间 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为了缓解父母 供她出国读书的压力 她在课余时间 租了一个摊位 卖中国旗袍 由于网儿经营有道 生意很好 没想到引起 其他摊贩的嫉妒 大家常故意 把垃圾倒到她的档口 网儿每次都不说什么 并把垃圾 都清扫到自己的角落 旁边的越南姑娘 忍不住问道 大家都把垃圾倒到你这里来 你为什么不生气 网儿笑了笑说 在我们国家过年的时候 都会把垃圾 往家里扫 垃圾越多 代表今年赚的钱越多 现在每天有人给我送钱 我怎么舍得拒绝呢 你看我的生意 不是越来越好了吗 而之后 那些垃圾 再也没有出现在她的档口 我很佩服婉儿 有化诅咒为祝福的智慧 然而更令我敬重的是 她能与人为善地 宽容别人的美德 用善意宽恕了别人 阻止了他们的错误行为 更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融洽的和气生财的环境 赢得了别人的尊重 即使面对别人的恶意 每个人都有情绪 有的人就是能够觉察到自己这股情绪 能控制这股情绪 在换位思考的帮助下 来应对他人的敌意 这世间易难平的事情实在太多 如果你无法宽恕那些人 和他们斗久了 终会变得和他们一样 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 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 有人说胸怀是被委屈称大的 有人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其实所有的宽恕对我们而言 不过是与善良的本性握手言和 懂别人辛苦 恕别人失误 不是成长的代价 它就是成长本身 树极是最大慧 宫崎骏说 只有阳光而无阴影 只有欢乐而无痛苦 那就不是人生 智慧的人生 不仅仅是自己身处阴影和痛苦的 分离超越 还有对此无力挽回的宽恕 那是一种面对现实的勇 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这部电影中 最打动我的一幕是 派在遇难的过程中 由于饥饿难耐 开始捕捞新鲜的鱼 作为维持生命的食物 有一天 他捕捞上了一条 身体的颜色 会随阳光的变化而变化的鱼 一会儿变蓝 一会儿变红 一会儿变绿 真的好美 在茫茫无气的漂流中 他犹如派心中 那抹生命的希望 但是派实在太饿了 他必须吃掉这条鱼 当他杀死这条鱼的时候 发生了让人伤感的一幕 前一分钟还动人无比的色彩 后一分钟就变成了 毫无生气的灰色 派哭了 不住地对鱼说对不起 他很难过 这样一条美丽的生命 葬送在他的手中 这有搏于自己 一直以来的教养 但是他很快 就放下了这件事情 宽恕了自己 因为他还有更高的使命 就是让自己活着 这是派的智慧 他选择了对自己温柔 选择了活在当下 如半山文集中说的 来人间走一趟 除了自己的感受 什么都不会属于你 面对错误 不宽恕自己 我们永远无法拥有 更好的感受 每一天活在悔恨和痛苦 蹉跎中 自哀自怜 自己活得痛苦 别人看着难受 真正内心强大的人 都勇于承担和面对 自己的过错 比起悔恨终身的痛苦 不如用行动和事实 去证明 我可以翻盘自己的错误 宽恕自己错过一次机会 但是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 就会给你开一扇窗 你只需努力准备好 迎接下一次的机遇 宽恕自己失去了一个爱人 之后把时间用在修炼自己 去让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爱人 宽恕自己发了一次脾气 我们都是烦人 都有失控的时候 我们能做的 就是记住这种感觉 并让它发生在 下一次失控之前 宽恕自己经济的寒冬 人生海海 总是三起三落 虽然大幅在天 但是小富还在勤 总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你之所以一直以来 觉得自己活得很累 那是自己不断心理上的自责 而没有行动上的改变 看一个人的智慧 不是看他春风得意时的都定 而是他失败时 不灰心 不否定自己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地 继续耕耘 树心是最大富 明代思想家吕坤说 树心养到极处 只看得世间人都无罪过 无论是树己还是树人 唯有我们的内心 修养在那个高度 才能做到心甘情愿地 接受和理解 别人和自己犯下的过失 心中有事 世间小 心中无事 一床宽 把树心养到极致 就是经常保持一颗 无事的心 为它找到一个安顿之处 必能享受一份 没有纷扰的清宁 心安顿在哪里呢 安住在钱财上 他可能会失去 安住在情感上 他可能会变化 安住在荣誉上 他可能不长久 想起了一个朋友 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 每当他觉得 人生艰难之时 他就很认真地做计划 或者学习一门课程 或者学习一个手艺 或者为旅行做攻略 学习的东西 未必可以在以后的工作 生活中能用得到 很多攻略 也是短期没有能力实现的 但他说 憧憬未发生的 好过纠缠已经发生的 人一旦投入计划和学习当中 就会突然又变得乐观 充满希望 当你奋力成长的时候 眼前的风景 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 所以心要安在成长之上 这个世界层层叠叠地 向我们展开 唯有安住成长 才会让我们做到 这一刻不能宽恕的人 下一刻就会得到理解 这一刻不能接受的失误 下一刻就会自我原谅 其实人生真正的丰富 就是那一场化繁为简的旅行 开始不断为心做减法 消除狭义 偏激 片面 回归生命的从容 不争 不愿 有数 有容 正所谓 择高处力 数人 寻平处柱 数己 向宽处行 数心 与诸君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